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睇 今天是12月17日 星期六 今天有兩件事和大家討論 第一件事是關於中大事件 每次提起中大時 大家都會咬牙切齒 因為一男子的原因 所以中大仍然是一個很多黑暗事 很多人搞事的一個地方 在昨天立法會討論修改中大校董會組成的建議 立法會當中有一個人堅稱自己是跟其他人不一樣的那個敵志遠 他在這個討論中提及說 如果改組的話就等於由外人駕馭中大學校管子 就算是又怎樣 畢竟現在中大難度一團糟 整個社會都見到中大有很多的弊端 即是無論是學生也好 還是代表著學校象徵的校徽也好 這兩件事還有那些什麼開學禮 還有那些畢業禮的事情 每樣東西都看到 現在的中大其實是難到入心入肺的 在這個時候還要去阻止中大進行改革的人 究竟他是什麼的心地呢 還有對於中大需要去改革這件事 無論是否站在一個外國者的立場 還是你單純站在利益立場也好 中大都必須要去改 如果不是一間代表著香港的大學 一間作辱了很多英才的大學 反而就會慢慢扶扭 由昔日的輝煌變成現時代的廢物 所以對於有人會去反對中大改變 一定要去和大家看看 另外今天第二單新聞 就是去分享有關於曾志豪 又是一個走了腦的所謂時事評論員 他最近在《明報》寫了篇評論文章 批評政府的安心出現 以及說政府要求Google 去改國歌搜尋的做法是不科學的 香港政府又再次發文去回應曾志豪的言論 今次已經是第二次了 所以關於曾志豪的言論除了會去和大家看看之外 另外我自己都覺得《明報》是否有什麼問題呢 為什麼會一而再再而三去轉載 或者是叫做批准曾志豪的文章在《明報》上刊登呢 待會去和大家看看 在節目開始之前大家記得 留言、訂閱、讚好、將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離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今集節目正式開始了 新兼中大校董的三名立法會議員 包括自由黨的張宇仁 民建聯的劉國芬 以及工聯會的鄧家彪 計劃提出修改中大校董會組成方式的法案 建議增加校外校董的比例 將校外和校內的校董比例 由現時的1比1 改為2.1比1 校長和常務副校長 必須經過校董會四分之三的成員投票通過 才可以去聘任 立法會的教育事務局委員會 也在昨天討論有關的法案 新思維立法會議員迪志遠說 增加校外校董的比例 會令人覺得校外人士是駕馭學校的管治 形成權力鬥爭 也擔心修例後所任聘的校長門檻過高 令合適的人選卻步 更加會令校長聘請過程容易出現難產 劉國芬表示 中大是和東堂支持 不能全部由學校管理層定方向 需要由外界監督 希望各界正面看待建議 然後劉議員提到 有不少校外校董和中大都有淵源 並且熟悉中大的文化 會以中大的利益為依歸 鄧家彪亦表示 中大聘用校長並非搞學術 而是要來管治大學 他批評中大的段崇志缺席這個會議 質疑只是找一個在中大校董會上任五個月的查日超 去出席這個會議 未必能夠了解中大過往所發生的風波 這個查日超就表示 中大已經同意成立專責小組 去進一步諮詢持份者的意見 希望在明年二月底前能召開校董會特別會議 去聆聽初步諮詢的結果 其實迪志遠的那個說法 完全是站不住腳的 因為現在中大就是之前說過 張宇人都叫做踢爆過 就是中大的權力制度過於集中 在某幾個持份者身上 還有就是說 原來擁有最大權力的人 也可以控制到其他人 可不可以令到自己續任 就是因為相比起之下沒有制衡 所以現在社會才需要加更多的制衡 和監測機制在裡面 然後你就說 這樣就會變成由校外人去管治中大 如果真的這樣就不錯 起碼張宇人看到那些搞事的學生 可以將他們踢出校 但是可惜 現在就不是說可以由校外人去管治校內人 所以張宇人最多都是在報章分享他的建議 而不是說真正能夠可以把那些搞事的學生踢出校 因為沒有這個權力 還有像迪志遠所說 現在就是由校內完全去管治中大 最後現在中大有什麼現象 就是丟架 在這五年所畢業出來的學生 和未來五年所畢業出來的中大學生 基本上大家都會有一個有色眼鏡去看待他們 特別是僱主 都會覺得如果大家認招的人 每個人都差不多成績 那麼中大的人就不考慮 因為擔心你會不會是暴徒 或者你會不會有什麼暴徒朋友 或者會不會是當日其實你都在那裏 不過你剛巧沒有被人捉到 其實這些實實在在的事實 如果迪志遠在提出他的反撲之前 拜託回應這些事實先 校董會校外人士沒有人說想中大死的 也沒有人說要如何干預中大的學術自由 這裡是說真正的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 不是那些所謂借著言論自由的目的 去發表政治言論的那種自由 即是你真是走去跟微生物打交道 你真是走去研究火箭燃料那些 我相信不會有校外的校董會阻止你 如果有的話 拿些證據出來給大家看看 和迪志遠也無視了一個事實 就是因為現在是中大 那麼多間大學來說 中大的問題是最嚴重 所以立法會議員不是無病新人的 他現在不是說全部學校都需要去 如何改變 是唯獨是中大要改 大家就想想 中大又有他們的二號橋保衛戰 理工大學都有的 Poly外面都打爛了 Poly也培育了很多黑暴 甚至乎Poly是比較多的 培育醫療系統的人才 醫療化驗師那些 有多少黑暴進入了政府的醫療系統 那我就不方便去做評估 大家可以心照 但是對於理工大學 不阻業那些你理不到 但是對於現有的學生 理工大學的管理層 其實是有做到他們的行動 是去阻止那些黑暴的行動 黑暴的信息到處去蔓延的 所以直至到現在 就算理工大學 就算有些不光彩的事情出現過 但是現在沒有問題 其實都沒有立法會議員 再去針對Poly去說 但是就是因為中大 女勸不停 所有事情都不改 給了十萬九千次機會中大 結果今次的立法會 段崇智又是沒有出現 隨便換了個不知什麼人上去 還有其實現在議員們的意見都不過分 不是說由立法會議員去決定 哪一個做新校長 是說之後擺多幾雙眼 在這裡監測一下新校長是什麼人 都這麼多阿知阿捉 還有大家要知道 好像中大、港大或者八大來說 其實每逢要請校長的時候 都是由獵頭公司全球精兵 如果八十億人裡面 都真是沒有人合適 那就算數了 真的八十億人都沒有人做到的話 實在太過誇張了 迪志遠 就這樣一個香港 可能就未必找到合適的人才 但你不要說整個世界 你計上中國 你要找人才去管理中大的話 我相信真的大把人可以做 和適合做 其實我一直都不明白 現在居然是阻止中大撥亂反正的人 究竟是什麼人 其實我本質上來說 我不是太在意誰做校長 例如說 誰擁有很高權力 誰可以多少錢一個月 那些不太在意 因為上到那個位置 在業績上來說 都應該是精英 但我比較在意的是 一班學生曾經引以為傲地進入中大 他們每個人都付出了很多汗水和淚水 在大家見不到的地方 他們就寒窗苦讀才有今天的成就 才進入中大讀書 但居然是被一男子 他作為自己的權力補女 然後就周圍弄點學生 然後就容許他們去搞一些烏尼媽差的事情出來 其實這樣對那班學生是超級不公平的 所以現在那班立法會議員 其實是在拯救那班中大學生 不過那班年輕的中大學生 其實他們自己不知道自己被拯救 反而還可能說 張宇人 鄧家彪 劉國昏 這些是藍絲來的 藍絲怎麼會救我們 他們一定會這樣想 但實際上是保障著未來的幼苗 而他們是不自知之餘 還要周圍去罵我們這一班正常正見的人士 反而還可能覺得 不是 我在中大有自由 可以舉著張白紙 說什麼人權 關注新疆人權 這些才是人權 這些才是我自己去愛香港的做法 唉 總之 中大就亂出彩了 希望多些議員可以去留意這件事 還有如果再拆開來說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像那個白紙事件一樣 第一間名校出來有人搞事的 就不是中大 是說清華 之前為什麼會是清華有人出來搞事都分析過 就是因為他們成績比較好 每個人都真的是人才 如果可以煽動到他們的話 對中國的傷害就是特別大 那為什麼就是會在中大那裏會搞這些事情 而不是在那些什麼都會大學有人搞這些事情 相信大家都明白 所以為了保護幼苗和保護未來的 可能未來特首就是來自中大都不頂 因為鄧炳強都是中大出身的 社工系出身的 所以你說了 為什麼一定要保護幼苗就是呢 其實這些不單是說 有某一男子是說玩權力遊戲那麼簡單 大家去看過往那些顏色革命 某些學生出來做過什麼的時候 就可以再深入了解到 究竟背後還會不會有些更加深入的意圖出現 好了 這一方面就不說那麼多了 直接去到下一則新聞 看看曾志豪在《明報》的社評文章說了些什麼 他就提到 近日本港取消數安心出行 指這個決策過程就是充滿政治計算 也都說了 偏偏失去了科學的論證 跟著他就說 現在新官每日數字就過萬 比起過去的高峰期來得還要高 但是了 反而現在就是要共赴王全 突然之間就放棄盧寵務局長去推崇好好用的安心出行 這傢伙曾志豪就是我經常跟大家說 借機攻擊盧寵務的人 即是盧局長說共赴王全的時候 那時候是因為醫療系統爆煲 但現在醫療系統沒有爆煲 再加上病毒的毒性愈來愈弱的狀況之下 那不數安心出行逐步放寬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關於這些那麼基礎的資料偏偏不提 只是好像小學生一樣捉著一兩隻自失 就罵到勞局長躺在那裡 跟著這個曾志豪也都在文章就提到 那時候Google搜尋出現了錯誤香港國歌這件事 他就說認為這是科學精神 這些是演算法的事情 亦都說香港政府想著去改變演算法這件事不實際 會令到整個香港的人不能夠安心 只會變得很擔心 香港政府在晚上以特區政府發出聲明說 對這段評論表示遺憾 批評內容偏頗混淆視聽 強調政府一直本著科學為本 精準抗疫風險可控和便民利民的精神 因應疫情發展適時調整各項措施 最近撤銷市民進入處所掃描安心出行的二維碼 都是基於同一的考量 發言人亦都呼籲市民應該繼續善用這個流動應用程式 政府亦都會因應疫情的最新發展 按照科學數據分析等因素 持續精準地調整和優化防疫措施 至於郭哥那一方面 發言人強調我們的國歌只有義勇軍進行曲 任何人企圖用其他歌曲混淆視聽都是不對的 作者即是阿珍志豪 認為網絡搜尋引擎有運作演算原理 但如果它的原理是出了一個不符合事實的話 就代表了這個完全是錯誤的引擎 額外抽多一點關於Google那方面的東西去說 其實這一兩日都有更多消息出來 總結地去說 Google仍然不認錯 政府亦都說了幾次聲明 跟著也有不同的政府官員出來 就繼續去訓斥Google 在這裏就希望李子敬、新聞黨和葉劉淑儀 就做回他們兩日之前所說過 因為既然Google真是死心不惜 是死都不肯改的時候 應該就要用他們所說的權力特權法 叫Google的人上去立法會出庭作證 甚至乎就算知道Google CEO不在香港也好 照樣出信給他 傳召他過來香港 因為真的要為我們香港人爭一口氣 特別是國歌這件事 我們還要立國歌法 居然現在我們手國歌就是被人不斷侮辱 而居然是沒有人需要負責的 那麼叫我們這條國歌法是情何以堪呢 希望新聞黨李子敬可以一起做實事 期待可以見到Google的代表 就上去立法會接受質詢的一天 接著就再來看一看這篇文章的事情 其實這個曾志豪被政府點名去批評 以及他又去發文攻擊香港政府這些事情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現在已經是第二次被政府點名的了 其實我又想問一下 為何明報都還可以被這篇報道出街呢 是不是總編沒有看 然後別人投稿什麼 你都三七二十一不理 全部都丟出去呢 如果你說第一次有這個狀況 我都可以當你是失誤 但是第二次都被人點名的時候 這個還是香港人 香港政府能夠容忍到的失誤呢 還有我直到現在都不明白 為何明報會給一個擺明 就是反中亂港的人的文章燈出來呢 究竟是 還有那些稿費是誰給的呢 究竟是曾志豪過來投稿 他是免費提供文字 還是說明報都會和他計算一隻字一元 或者一隻字五毫去給稿費呢 因為有沒有給錢去贊助這些反中亂港的人 其實都是其中一個調查重點來的 所以我覺得呢 政府都應該要去調查一下明報 又或者明報自己本身呢 都應該要去跟公眾交代 究竟明報和曾志豪的關係是怎樣呢 如果大家真的沒有什麼關係的話 那就要講清楚 還有之後還會不會見到曾志豪的文章 都需要去講清楚 還有明報是很喜歡在那些其他人的社論的下面 就貼那些免責條款的 那麼跟大家說一下那些免責條款 那麼他裡面就寫了 本報刊出的時事文章 約提出批評 致在是提出相關制度、政策 或者是錯誤施政存在的錯誤或者缺點 那麼目的呢 是促使矯正或者消除這些的錯誤或者缺點 那麼既合法的途徑就賦予改善 那麼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 或者其他社群 產生仇恨不滿或者敵意的 這些罐頭式的免責條款或者叫做頭盔 究竟是否下下在說完反中亂說的東西之後 貼出來就可以當沒事當無數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所有那些黃之鋒、黎智英、民主黨其他人 他們個個在說話之前和之後都說一段這些罐頭句子 是否就代表了他們是有無敵金剛罩 是否所有東西可以亂說呢 好像在財經節目裡面 蔡康年就要去背急口令 因為財經這些東西和錢有關 有時候有些投資建議可能會令到別人輸錢 因為擔心別人輸錢就用法律去搞麻煩 所以就需要去有這些免責條款 但是反中亂說 和去無事事實去抹黑香港政府的話 我相信就不會是說用這些急口令就可以保障到自己 對了 如果有了這一段東西 就好像令到警方或者國安不能去做事的話 以後不論黃藍所有人 特別是我這些評論時事的人 不要理了有你沒你先說這段東西 以後我說錯甚麼都好 都沒有人可以拘捕我 到其時就是縱容了那些人 繼續濫用這些免責自據 說完之後是否想怎樣罵政府 就怎樣罵政府 甚至怎樣去老鬱中國政府 是不是都變成沒問題 所以個人認為警方或者國安都是時候要去針對一下這些 特意是貼有這些免責聲明的煽動文章 是應該要去執法去採取相關的行動 這段影片可以成為一個案例去警告其他人 就是說不要以為貼這段聲明就有用 只要你說的是犯法 無論你將一段聲明複製貼上一百次都好 要拘捕都是要拘捕他 還有其實過往那些因為煽動性言論或者文字被人拘捕的人 很多時候就是說他們在連登那裏說話 然後被警方找到出來 又或者有些人是在他們的社交媒體網站 就像Facebook、Instagram那裏說了出來之後 被人找到他的真正身份 然後就再去拘捕他們 那撇除已經是執了粒的《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之外 其實暫時是未看到有其他人可以寫一些很過份的文章 然後又可以被刊登 唯獨是《明報》和《曾志豪》就變成了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所以我就會覺得算現階段抓不到曾志豪也好 究竟《明報》的人是不是都有需要可以協助調查呢 因為如果你不去制止 難道就是曾志豪當了香港政府是玩具了 原來香港政府那麼在意我 當他玩具玩玩玩 今天罵完盧寵茂 明天罵一下鄧炳強先 逐個逐個罵 罵完鄧局長再罵李家超 罵完李家超再罵警隊一哥 然後其他人全部罵過一遍 然後香港政府是不是毫無條件毫無底線的 日日陪你玩先 沒有可能的嘛 所以有時候 保障香港的環境清淨 其實和你家居衛生 家居滅蟲是一樣的 假設你家居很骯髒 你家居很多蚊 很多蚊 你最有效的方式 不是每次我見到有蚊的時候 我就去拍 我就去打死蚊 或者有蚊在這裡 我就這樣拍死它這麼簡單 即是你要做好的狀況 首先你要清潔好的環境 然後再去找一下蚊 蚊和蚊的鬥口在哪裡 然後再落藥去一鍋端 一鍋煮熟它們 煮熟了之後 家居不會再有蚊蟲問題 但現在我們的香港就是 我們不單止是周圍見到有蚊 有些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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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爬之餘 我們不是說 斬腳趾被沙蟲 就是說 每當有蚊 我們打死它就算是 不是 現在我們是見到這隻曾志豪 周圍爬來爬去 但是 我們拿著一塊牌照打它的時候 它永遠又閃了去第二處 好像是連 拍死一隻蚊的速度和力量都未足夠 當然 除了志豪這些人之外 還有那些 去了泰國 去了台灣 去了英國 去了日本 去了其他世界不同各地地方的蚊蚊蟑螂 仍然還是在香港這個地方 飛來飛去 所以 我就會覺得 既然Youtube Google 暫時我們阻止不了 但是 好像這些 就是和其他組織有關的 看下去 會不會是大家互相有關聯的組織 是不是都應該要邀請一些人去協助調查呢 是不是 因為 這些文章 雖然 我知道有理性的人 是能夠分辨得到它是壞文章 但是 香港 其實真正有腦的人不算多 正如有些蠢人 仍然現在還是 日日在這裡看著那些黃KOL 還覺得他們是正義化身一樣 所以 既然一些蠢人 沒有辦法去教精他們 唯有就是阻止他們去接觸一些 有讀的文章 言論 知識 和影片 希望香港警方 國安 政府 大家就一起可以加把勁 還有最好 就不單止可以逼到Google 改回首正確的國歌 最好 連帶可以把所有的黃色KOL 全部封掉他們 最好 好了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裏 我們就 待會再見 好 為了 你 看